作词 李宗盛 是心动的后悔 或许还有疼痛的滋味 不如停下来半途而飞 一旦开始就在慢慢积累 用心体会几种滋味 只因为活着就能够体会 体会到雪的热和爱的泪 只因为梦着就能去追 只因为快乐就能拥抱着 不计较了 只因为爱着就能感受到 一颗心跳着 只因为活着就能够体会 体会到雪的热和爱的美 只因为梦着就能去追 只因为快乐就能拥抱着 不计较了 只因为爱着就能感受到 一颗心跳着 首先我们必须要承认啊 人家的营销 确实是给我们带来了 用户的增长 带来了现金流 带来了市场认知度 你在这里话里话外暗示别人 是通过走后门来拿到的业务 现在说这个还有意义吗 反正你就是要帮他们说话了 像你现在这样压着好诚实 你让他以后怎么放手去做事 这就是合伙人即将要崩坏的前兆啊 就因为我不让于家恩做双位业务 我们的关系就要崩坏了 我现在没有再跟你说于家恩 我说的是我们 我们作为合伙人之间 难道不应该互相信任彼此尊重吗 如果大家都有了小心思 有了越级操作 这就会为以后的崩坏埋下隐患 我在意的是这个 对 我就是有自己的小心思 于家恩没到三十二楼之前 我什么心思也没有 我才不管什么管理流程 我也不在意营销是哪家公司做 我在意的就是于家恩 难道就是因为她是我的前女友 连同她的公司都要失去 公平竞争的机会对吗 哪怕他们是最适合我们的 我们也可以放弃 也可以不管不过位 开会呢 什么事啊 我找许耀 他们说在这儿的 要是不方便 去我办公室说 干嘛发那么大祸啊 他是大股东又是创始人 我那点干苦 他想操盘就让他弄呗 决策曾推行政 大家都排手交好 散会之后各会派系 互相鄙视 一个队伍里边几个领导价值观不一致 对于执行的力度不一致 对于执行的标准不一致 还有人从中作梗 制造麻烦 落地的时候彼此消耗 于是一个项目死敲敲 拜托你 女人是要靠哄的 不是跟她讲大道理的 你这个时候跟她讲一堆大道理 你只会激怒的 就不能低声下气地哄哄的 我现在不是在跟她谈恋爱啊 大哥 我现在跟她搞创业 那创业的路上免不了 就是有积蓄坎坎 免不了就会有纠纷 有误会 难道她每次闹情绪的时候 我都要去哄她 那干脆公司别做了 回家过日子好不好 她跟别人不一样了 许耀 我知道她跟别人不一样了 正是因为她跟别人不一样 所以又更不能现在去哄她 还有 管理公司不是你那一套 管理备胎的理论 我 我 知道啊 许耀 回来来来 快看 我相信呢 早晚有一天 我们一定可以从这里 走到对面去 许耀 你希望未来的繁星 是什么样子的 我希望她 无论是发光发热 还是衰败陌路 都不要有难堪的背叛 不要去改变每一个员工的家庭轨迹 哪怕是告别 也要好去好散 我尊重她 感谢她 所以我更加不能用那个 管理备胎的方式去对待她 只要对她来说 不公平 不获得 你什么时候知道 自从她知道我跟于佳恩的关系之后 一切都变得不一样了 如果我还不知道 那不是要傻 那是坏 怎么就坏了 我明知道她喜欢我 但是我从来也没有想过 要对这份喜欢负责任 然后我还借着她对我的喜欢 顺水推舟 在工作上面占尽便宜 当她作为我的合伙人 跟我发生分歧的时候 我还要假借男女之情 让她冲昏头脑 做出让步 你说这不是换是什么 我发现我跟你讲大道理 这是想过的 像你刚才这么说 那我简直就不是人 行了 不用贬低自己来安慰我 你们聊吧 我先出去了 我先出去了 不好意思啊 应该跟你发别急 不是因为于佳恩是你的前女友 她们光普就失去了奉兵竞争的机会 是因为我喜欢你 雪耀 我喜欢你 我是你的合伙人 但我也是个女人 我没有办法看着人的前女友 出现在 我们俩辛辛苦苦打拼的公司里 看着你们开会时的默契 看着你们了解彼此的喜好和习惯 看着你们一个对视 就明白对方的样子 还有你担心她 替她说话 站在她那边的样子 我不想看 我知道 你知道 你说那会儿我们认识的时候 你就喜欢我了 那你又知不知道 那个时候我连自己都不喜欢 我很感谢你对我的这份喜欢 但是 非要有但是吗 我觉得 对我而言 对繁星而言 我跟你作为搭档 是最长久 也是最健康的关系 繁星是你给我的一个指点 我会全力以赴 把它变成回馈这份太爱的礼物 我也认识你 我是说如果有一天你 怀情不再是你的梦想 我也尊重你的决定 太爱 回馈了 只要我认识你这么久 我还真的不知道 原来可以说 怎么同样的净样的死亡 所以 虽然没有修成正果 但也还有肝胆相照的江湖义气 毕竟在我们人生中 最重要的那些年 都有彼此的参与 你这宝贝女儿怎么回事啊 昨天大半夜的 突然从北京跑回来 你看看这都几点了 你不起来吃点东西 叫她也不打理人 三十多岁的人呢 还是什么孩子啊 我在她这个年纪的时候 她已经是极度起伏了 三十多岁怎么了 三十多岁也会摔跤 摔跤也会痛 我说你这当爹的 真够轻松的啊 也不去关心关心 也不去问问 她既然想躲起来哭 你干吗要问她呀 会不会是她经营的 那个什么烦心 没钱了 你什么时候见到过 你的女儿因为钱的事情 发愁过啊 不是因为钱 那有可能就是因为感情 她是不是谈男朋友了 我去跟她聊聊吧 我去跟她聊聊吧 怎么 跟需要表白就拒绝了 你这么惊讶干什么呀 你心里想什么 我还能不知道吗 我早就提醒过你 那个余佳恩不简单啊 前女友就那么迈不过去吗 前女友怎么了 如果感情真的是坚不可摧的话 会变成前女友吧 什么意思嘛 喜欢就努力去追 只要你能够找到 他们两个走不到一起去的原因 那就是你的机会啊 这么说你支持我 嗯 需要不做啊 是个千里股啊 她身上有 现在年轻一代男性 最不具备的品质 你这回眼光好 我当然支持你了 她有那么好吗 你这么挑 都给她这么高的评价 什么品质打动你的 她爱不爱你 她能有多爱你 我没那么看重 我看重的是她的责任感 艾哥 这是咱小区呢 最后一套空房了 那个您看这儿招秋 算是咱小区最好的 你要是再看不上啊 咱就只能换个小区了 不用 就在我这个小区 我在对比对比了 艾哥 您看您是挑定哪套 你赶紧定下来 下面高风期 好多人抢呢 我看重的是她的责任感 她不爱我 她再有责任感了 跟我有半毛钱关系吗 百分之九十九的爱 又能怎么样 生活照样 给你打得稀烂粉碎 但是 百分之九十九的责任感 就不一样了 保证你一生幸福的 一定不是爱 而是责任感 不过呢 需要脾气倔 你一定要找到一个 对的方式 对症下药 对的方式 你都这么大人了 这谈个恋爱 怎么还得老爸教你啊 那以前都是别人追我 我哪说又别人呢 你还是不了解男人哪 需要对她的前女友 有愧疚感 毕竟那个女孩子 把自己大好的青春 全部给了她 而她却没能给她婚姻 她如果没有愧疚感 这个男人还真要不得 所以你千万不要在工作上 去针对那个女孩子 否则的话 需要会把你肯定了 真难对付呀 心里有对前任 有愧疚的男人 感觉是永远都打不败的 竞争对手 不如去想一想 那个前任教会她什么了 而最终 又让谁得便宜呢 你不会心意放弃吧 我砸了那么多钱 让你担恋爱啊 我本来也没想放弃啊 还有啊爸 最近我跟许瑶在工作上的分歧 越来越多了 我觉得呢 现在把钱都砸在扩张啊 建什么洗衣工厂 我觉得挺危险的 不过我也同意了 但是繁星的定位 我不想让步 繁星的事务上 你一定要放小抓大 定位不重要 挣钱才重要啊 不过我得提醒你一句啊 如果许瑶真的成为了我的女婿 那你就要放权退位了 如果她要是太不识趣的话 你得聪明点啊 咱们不能既伤了心 又丢了公司啊 嗯 最好今天已经能定了 那也不用耽误你的雪儿的时间了 去帮我看房子了 妈妈 嗯 妈妈 来 来 你看 这房子给你订了啊 嗯 租金交了三个月 就在你哥他们小区里 回头啊 我让她提前给你买点生活用品 布置一下 挺好的 还可以吧 嗯 这是佳恩啊 嗯 佳恩 阿姨好 房子都订好了是吗 订了订了 许瑶给订的 就在他们小区里 哎呀 这样她哥跟她住一块我也放心 有什么事有个照应 佳恩 这次啊 是欢欢第一次 离开我和她爸爸这么长时间 以后啊 在北京的日子 就拜托你和许耀了啊 阿姨您客气了 既然房子都订了 那我就不看了 那我先挂了啊 别急别急 阿姨还有一件事情 想请你帮忙 阿姨您说 是这样啊 我本来今天呀 拜托许耀 去帮她妹妹 买点生活日用品 床单 被套呀 把房子给她布置一下 想让欢欢一下飞机呀 就有家的感觉 许耀那我还不清楚吗 那粗心小子 他能买啥好东西呀 所以啊 阿姨就想 如果你今天不加班 不忙的话 能不能去帮我们 行 阿姨我知道了 您放心吧 我本来就是打算要 给欢恩去买点东西的 那就太好了 谢谢你了 佳恩 谢谢啊 再见啊 哎呀 真好 妈 嗯 你 你有点故意啊 呦 这你都看出来了 有那么明显 这个余佳恩 哪好啊 这么让你念念不忘的 上次你哥在朋友圈 分享了一篇文章 我关注了公众号 那文章上说呀 现在好多年轻人 在北京创业 嗯 好多得抑郁症的 真的 我担心死了 我就在想啊 你说一个人在外面 遇到什么事想不通 不开心的时候 这身边 要有个知冷知热的 该有多好 那有了爱情 那就不一样了 是吧 嗯 爱情确实是良药 不然他俩凑一起 这良药有点苦口 苦口 好了 菜和汤都齐了 范范 对不起 对不起 又叫错了 不用对不起 这里也没其他人 你爱怎么叫就怎么叫 我看 那智能烟灶 很好用啊 你弟弟装修的时候 你可以送他一套 我这两天哪 我就在想啊 你过去的那个男朋友 就上海那个 你们什么时候分的手啊 怎么了 他不是送东西给过我吗 而且全是高档货 我蛮喜欢他的 反正他比那个好诚实好 我虽然没有你有文化 但我看男人看得很准 好诚实就是有嘴滑舌的 说得比唱得还好听 如果你要让他 割点肉放点血 不可能的 是吗 嗯 我觉得他挺好的 我本来呢 是不打算结婚的 看到他诚意满满 我已经开始考虑结婚了 哎 你不也希望我赶紧结婚吗 你已经考虑好 要嫁给他了 嗯 他条件很好啊 开公司 当合伙人 很有前途的 有前途有什么用 他愿意给你花钱吗 还不如那个打工的 人家愿意把钱给你 好诚实挺愿意给我花钱的呀 妈 你看那天请你吃饭 开车带你去兜风 这不都挺费钱的嘛 你傻啊 一顿烤鸭能花多少钱啊 你想过没有 你自己一年都能挣多少钱 你要是嫁给好诚实 就等于是夫妻共同财产了 你不就便宜他了吗 他 对啊 他是想娶你啊 但是二十万的彩礼他都 他都不一定出 我是说假如 假如我们给他提出了 二十万彩礼的要求呢 我看他看得很准的 他就是嘴上说说 妈 你既然都开口了 怎么才只要二十万呢 我一年挣多少钱啊 这一锤子的买卖 你给我定价定的也太低了吧 这怎么是一锤子买卖呢 你要看看好诚实 有没有诚意娶你 一个男人 有没有诚意娶一个女人 就是表现在彩礼费上 你那么优秀 绝不能白白地嫁给好诚实 喂 假 怎么了 张强 我最后一次警告你哈 你有钱结婚你就结 没钱你就打一辈子光棍 有钱装修呢 你就装修 没钱你直接给我住毛坯房 你别天天让你妈 跑我这儿来打住业 我告诉你啊 房子虽然写的是你的名字 转账记录都在我这儿 让你小时候不好好读书 吃了没文化的亏 我告诉你啊 我就凭着这个转账记录 我可以随时起诉你 把房子给要回来 你再敢让我试试看 不好意思啊 我刚看到你的消息 我现在已经到了 你在一起了吗 亲爱的 来来来 这啥啥 怎么样 你这颜色太好看了 是不是很舒服 周末的时候 大家就沙发人一卧 看那样 吃薯片 没问题 快让我躺一会儿 客厅呢 就简单一点 一组舒服的沙发 一个茶具 然后要一个大的投影仪 用来看见一方 然后呢 一个木桌 我们可以吃饭 也可以在场工作 你觉得是这个好 还是这个好 只要你喜欢我都可以 怎么都是我喜欢 这都逛了一天了 问你什么都是我喜欢 这可是我们第一个家 我们要在这里面 结婚生孩子 还要过日子 这家里全都是我喜欢 那你怎么办啊 我已经有我喜欢的了 哪有 连玉京都选择是我喜欢的 不用你啊 不够 够了 我知道了 知道吗 我真的好喜欢你 好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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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喜欢的那种 我喜欢你每天跟我发脾气 每天跟我做 每天对我 我喜欢你是不是 敬我一下 我喜欢我每天晚上睡觉前 都能看到你的眼睛 第二天醒来的时候 第一个就看透的是你 行了 行了 你也太肉麻了吧 这 这叫肉麻吗 肉麻 你怕别人听见 嗯 余佳恩 我真的好喜欢你 我们马上就要有自己的家了 你别说 你什么世界都知道了 你让我也开始祈祷 祈祷这故事个泡泡 想起什么来 还是要多妄想 还想遗免 哎 小心 我开了好城市的车了 马上一车就拉回去 我会怎么样 是不是能像现在的我一样 脸上又藏不住的微笑 心脏在温柔的跳 很难不去想 如果早点遇到你 我会怎么样 是不是会和身杀你 是情侣被爱 你喜欢吗 就把情绪丢掉没分量 算了很多都忘不了 不要她 哎 芬芬 大周末你不吃饭你去哪儿 我去公司 妈 你以后呢 别再想着什么彩礼费了 我这辈子都不会结婚的 知道为什么吗 你婚还需要结的 那大不了我彩礼少要点 因为我为这个家 已经牺牲得太多了 我不想再组建一个家庭 牺牲我自己 更不愿意拖累另一个人 和我一块儿牺牲 从今往后 我只想对我自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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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我们养你 给你钱花的时候 我们都是任劳任怨的 怎么到了你帮助你弟弟的时候 就像全家人都欠了你一样 我的人生是我自己的 我求求你们 你们放过我 好吗 你的人生 怎么能说是你自己的呢 你以前没有挣钱的时候 我和你爸爸 什么时候跟你说过 你的人生是你自己的 你自己出去找吃找穿找用 我们没有说过吧 我们是一家人吗 一家人你们就拼命地吸我的血 吸完的血还不够 恨不得把我骨头砸碎了脚来吃 谁让你偷偷跟我妈见面的 你以为你是谁啊 真把自己当我男朋友了 你怎么可能会反撼 我们来说 好 不是 点难 我 Atari 珍貝 这个 这个 喂 陆总 喂 佳安 你现在在什么位置 北四环这边 那挺近的 你能不能去趟我家 你家 出什么事了吗 都督在家摔倒了 阿姨说她磕到了头 在电话里她又一直这事物 说不清楚 我抱歉她们的瞎坏了 我在杭州开会 我想拜托你一须我趟我家 帮我带都督去医院看看 行 我知道了 我马上去 你把地址发给我 好 东西差不多了 你帮昊安送到家里 明天我一早 故意帮她收拾 不是 你等一下 你要去陆子杰家 你是不是好了伤疤 忘了疼了 你忘了她老婆 上次在公司楼下 怎么对你的了 人家已经离婚了 她说你就禁了 离婚证有给你看过吗 你再说了 就算是真的离婚了 就算是她真的离了 这才过了多久啊 你那么着急要晚上凑啊 你哪位啊 这是我的事 和你有什么关系 不哭啊 不哭 不哭 马上就好 别怕啊 都督 疼不疼啊 不哭啊 都督怎么样了 她一直在哭 她一直在哭 都督怎么样了 现在还疼吗 疼 完路总说的 先给她消了毒 包了一下 行 我叫的车在楼下等着了 我们先去医院吧 好好好 我去收拾一下 都督 我们先穿衣服吧 都督不哭了 去了医院我们就不疼了 好吗 妈妈 那路子姐肯定是有问题 没问题的话 你能理会吗 您好 您拨打的电话 正在通话中 请稍微再拨 什么意思啊 张晴儿啊 给你打十二个电话了 不接也不回消息 有这么对贾方爸爸的吗 我这一会儿不是一个人 可以做得到的 是两个人 共同努力的结果 所以说路子姐 不是一个可以值得 托付众生的人 好你个张春分 你行 你就这么对我 是不是 行 我这什么女人没见过呀 就你这一句还迎这戳 对我不好使 知道吗 神经病啊 您拨打的电话 正在通话中 来 把电话给我 你要搞清楚啊 你再怎么说 你现在是我们 繁星的门蜜 是吧 可不可以酷一点 给他打木头电话干什么 就给他发一个 呵呵的表情就好了 等他主动上门找你 是不是 对啊 对啊 我不打了 绝对不打 除非他主动回来求我 这就对了 是不是啊 那路子姐肯定是有问题的 我觉着挺好 你凭什么嫌弃人家结过婚 你跟余佳安在一起 八年跟离婚有区别吗 再说分手这事 也不是你一个人的 不还是你们俩 还是一起努力的结果 不是 我跟余佳安分手 是我一个人努力的结果 许昭 我真是有 挺佩服你的 你是怎么能做得 这么伟大的啊 你明明爱着他 你还跟人家分手 分手了以后吧 你还替人操心 你可真是戏经上身的娘 干嘛 你知道苏伊跟我表白的时候 我脑海里在想什么吗 我满脑海都是于佳安 我真的好把她守回去 我把她跟了那个姓鲁的以后 她就变成后妈了 她要帮着那个男人担孩子 你知道她从孩子长大了 对了 欺负我后妈的 我不想她给欺负你 对了 我不要让她当好 不是 电视剧看多了你 我告诉你 许昂 余佳安她心里上有你 她看到了你那个药 挺担心你的 我说她为什么最近老与我吃饭 跟你一样 老了半天跟你一样 同情了 可怜了我 我心里头要是没你 怎么可能会可怜你呢 你看你张春芬 她就不会可怜我 因为她心里头就没我 张 陈文芬 来 手机给我 快快快 快 来 来来来 给你给你 快 我不想多考虑 给我吧 给什么给啊 放弃吧 好不好 你打了那么多电话了 人家都没有接说明什么 烦你了 你看我跟余佳安水火不容吧 我现在打电话给她 她马上就接 你会了半天 还没有我跟余佳安有戏 你放弃吧你 你要丧属 我就赶紧打你 怎么样 不接吧 亲爱的 亲爱的不是什么情况啊 怎么就不理我了呢 你要再不理我的话 我就想起你叫什么名字了啊 她在大街上 还叫你张春芬来着呢 发出去了 赶紧撤回 我告诉你啊 以后不许叫她张春芬 张春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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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肯定会觉得 就是因为你的出现 妈妈才走的 得恨你一辈子 你想多了吧 多多那么可爱 又含糊 对了 昨天她还叫我妈妈来着 不是吧 这孩子混蛋啊 没良心啊 亲妈前脚刚走 后脚就喊妈妈了 你也太残忍了 人家亲妈 现在得多伤心啊 那孩子现在是小 不懂事 等她长大了以后 肯定以为是你敢走她亲妈的 到时候就要开始复仇漏 我跟你说 电视上都是这么演的 你很闲吗 还有时间看电视 是啊 我专门看那些后妈带熊孩子 被熊孩子虐的那种苦情戏 好吧 你说了算 没想说什么就说了 你想说什么就说了 清清 昨天晚上你去哪儿了 我加班了 又是通宵啊 其实你的工作 你用不着那么拼 身体还是最重要的 我以前真的不知道 你们工作会那么辛苦 你说说我来这些日子 你说说我来这些日子 你哪一天没有加班 那都是加到后半夜 才回来睡觉 第二天早上七八点 又要去上班 真的 你的钱不好挣 行 不会注意的 其实昨天晚上 我也没睡好 我想了一晚上 清清 你那不要怪罪你弟弟 这件事情 就让他过去了 我和你爸妈 我们自己会想办法的 妈 张强已经那么大个人了 你们就省省心吧 而你都没有成家 你说我们怎么省心 你跟爸年纪都大了 你们就好好地安享晚年 只要你们身体健康 好好的 这就是给我们省心 清清 我向你保证 我替你爸爸也向你保证 我们保证 一辈子不生病 不给你添麻烦 好 垃圾 这什么 给你拿点钱 我这段日子呢 我确实没时间陪你 我也没时间 给你和爸爸买些什么礼物 你们拿日钱呢 就哪天有空去商场 给自己买点好点的衣服 别那么省 千万别把钱又给张强 你买了什么东西 发票 你全拍照 发给我确认 好 好 你这是要做青椒土豆丝呢 你这是要做青椒土豆丝呢 余小姐现在的厨艺 都快赶上五星期酒店了 为了椒土豆 我手指都差点断了 老婆辛苦了 我答应你 等我们有钱了 我顿顿带你下馆子 刚在一起那会儿 这是你学的第一道菜 后来在外面吃饭 我也经常点 但好像做的都不是 你做的那个味道 我倒要看看 你在里头到底放了些什么 你说你这也不行啊 这么多年了 那小土豆还能小到手 我看在你 对我的侧 你也不能想要 我看你 还追赶不吃啤酒我的星星念念 I'll say hello The little thing I know I know 不敢开口怕破坏了节奏 我心已失手 I'll say love you The little words I know I know 只怕还没开口就被你猜头拒绝情随气候 深色淡淡天光浑水泪一半 心太蓝蓝全世界都在旁观只有我的脚步 还追赶不吃啤酒我的星星念念 I'll say hello The little thing I know I know 不敢开口怕破坏了节奏 我心已失手 I'll say love you I'll say love you I'll say love you The little words I know I know 只怕还没开口就被你猜头拒绝情随气候 I'll say hello I'll say hello The little thing I know I know 不敢开口 不敢开口怕破坏了节奏 我心已失手 I'll say love y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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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little words I know I know 不敢开口 就被你猜头 就被你猜头 I'll say love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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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